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琢磨冰王球 琢磨训练的 哪练得不好 但是就这一年了 他主要进步来说 我认为他的反手已经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所以他感觉到攻击人类还是有一点对调 今天第一局来看 我感觉福安兰可能还是有点紧 就是说可能他才能把握好一点 他可能以后他就会有真正有指的那种飞跃 好球 就非常非常高 搓一把 反手加力 放高球 揣摩对方再加上 结合自己的技术风格来发挥的 他还是在那儿兢兢业业 对 而且他不 好球 可能这些连接运动员也没什么这种 一看说训练了 赶紧打得对攻 这个 黄亚兰 黄亚兰一个球 10米9 但是自个儿应该再更坚定一点 11米9 没有礼局那么好 但是他基本够用了 对 稳健 稳健 而且他那落点也比较好 应该说过年 应该说从准备的刚才我讲比较充分 始终鼓动去找点去打 别不要去等那个点了 你看他这球又等了 他这种球就比较麻烦了 你知道他干脆就 现在就是说 那个李小霞多转 多那种 他只不过就是他质量比较高 他旋转比较高 不知道怎么下 出境也不知道为什么 来 转机 这是一个转机球 好的 郭燕发力 十几八 郭燕现在三比零战胜了白亚兰